美国的财政部部长詹尼亚伦自己罕见的在一场重大的演说里头谈到 对于俄罗斯的制裁 但是全世界仍然需要俄罗斯的石油跟天然气 所以最终的结果就造成了他们以卢布来结算 本币来结算 甚至很多国家因此也看到了当年使用美元的时刻 如果你将来可能是被制裁的国家 就像俄罗斯这次的SWIFT 这种我们所谓的金融核弹 那因此会相当的危险 所以去美元化成为相当多国家的央行主要的方向 而所谓去美元化这句话 大家也不要把它想得太极端 就是减少美元而不是完全丢掉美元 美元绝对还是全世界现在主要的世界货币 有一些说法相当的夸张 所以人民币即将取代美元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人民币根本没有自由交换的可能性 人民币现在离第一次可以自由兑换的时间 仅仅是12不到13件的时间 他还没有在世界上确立一个可以被信赖的世界货币的任何地位 而过去可以取代美元的主要是欧元 但是欧元经过欧债危机之后 但对他的信任也不是这么高 所以现在主要取代美元的可以有一部分的各央行减持美元之后 转向的不是大家因为什么美中冲突 有的人在中国就开始夸大说什么不是 而是黄金 那黄金美元起来黄金就下去 但是黄金的涨幅在最近还是相当的惊人整体而言 那么各国央行呢 以外汇储备来看 2022年第四季 美元在全球央行的外汇存体的比重下滑至只有58.4% 过去是不可能的 过去一定是70%几 甚至之前在金融海啸之间是80%几 而很多国家其实跟美国也没有冲突 但他们认为从你金融海啸的时候 你不断地印钞票QE1 QE2 QE3什么牛转操作 结果你让美元一直贬值 那我持有你的美元货币 对我的国家来讲 我等于是损失了庞大的外汇存体 就是没有多久的美元又开始升值 然后我的货币开始贬值向日本 它就面临了通货膨胀 然后美国这一次的银行倒闭 之前就是因为激进的升息 那么导致其他的货币就都轰轰的贬值 对他们来讲 美国是一个自己本身的财政 跟他的经济很不稳定的国家 这个世界货币本身的地位 自从1945年到现在为止 第一次受到最大的挑战 就是从2008持续到现在 而这一次对于俄罗斯的制裁 更是加速了这样的一个大趋势 美元主导全球贸易的霸权地位 还能持续多久 诱惑该问的是 应该让美元继续作为主要通用货币 主导全球贸易 是有危险 美国财长叶伦接受CNN访问时坦承 作为全球主要交易货币的美元 地位正在动摇 因为将美元武器化 制裁俄罗斯和伊朗等国家 的确会驱动这些被制裁的国家 寻求替代货币 进行国际贸易 免受美国潜质 伊朗对中俄以及沙鲁地的贸易往来 已经完全抛弃美元 改用各自的本国货币交易 而且看着伊朗和俄罗斯 在美元制裁下 经济活动大幅受限 华府用美元打经济战 也让许多国家警觉 过度依赖美元的风险 强势美元一方面成就了 美国霸权地位 但也正因美元的强势 造就多国远离美元 而为中国最大的交易 技能的优优优利 以及在它的经济 依然它们将会移动 这意味着多影響 国家的集合金贸易 桝石,其他人 第二个原因是 许多国家 其实要反应 去美元趋势不仅在被美国制裁的国家发酵 肯压也去美元改用本币进口石油 东协财长和央行官员三月会议 推动扩大本币交易 减少依赖美元等外币 印度政府三月表示 多达18个国家 包括俄罗斯和英国 都有兴趣用卢币和印度交易 其实寻求更加政治中立的 全球通用货币的话题 已经讨论许旧 新兴市场的主力国家金庄五国 持续立场本币交易 减少用美元进行跨境贸易 巴西就和阿根廷构想推出南美通用货币 以减少依赖美元 中国也积极在国际贸易中 扩大人民币交易 中国海油和法国道达尔能源 三月完成首笔以人民币结算的 液化天然气采购交易 中国和巴西的贸易往来 同样弃美元 宣布改用本国货币交易 不单是美元武器化 造成多国远离美元 经济学家认为 美国充满错误的货币政策 同样驱动多国减少依赖美元 2008年金融危机后 美国联准会进入量化宽松时代 造成许多新兴国家贸易淫于缩水 近期白宫撒钱应对新冠疫情 带来的冲击 以及联准会打击通膨的紧缩政策 造成美元汇率大幅波动 增加国际贸易和投资风险 加上地缘政治威胁增加 也都促成多国寻求替代交易货币 over the past few quarters or so just up until October the dollar saw huge strength and that was in response to the Fed's tightening cycle and that put a lot of emerging market currencies under pressure and a lot of central banks under pressure and what they want to do is to avoid that type of financial pressure from emerging in any one single go so by diversifying their holdings and reserves into a more multi currency sort of portfolio perhaps they can reduce that pressure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 2022年美元占全球外汇存底的比例 减少至58.4% 是20年来最低点 1999年欧元发行时 美元占比为71.3% 欧元占全球外汇存底的比例 稳定为10%左右 澳币 加币和人民币的占比都持续增加 虽然美国财长叶伦强调 美元的流通性和市场开放度 不是那么容易取代 但不少经济学家都点出 美元地位下滑会是缓慢渐进的过程 去美元趋势可能如雪球般越滚越大 由美元主导的单一货币交易系统 正逐渐转变成因应地缘政治的 多国货币贸易体系 美元武器化 最终恐反扑 削弱美元的主导地位 美国货币